兄弟们 前几天不是萌兔阿琪翻场了吗 我也是正宫的用我一年的零花钱 把他收入囊庄 还没等我高兴两天呢 这不 昨晚的月白之隐呗事 见翻场了 看着我这所剩不多的蛋币 还有这仅剩五毛钱的零花钱 这回 我又该怎么拿下他呢 小粉蛋找我打颠簿塞 要不 我就将计就计 再问他咨询点零花钱 那个 也不是不行 只是 再给点零花钱呗 好 那你得先带我吃一把鸡 今天天机可真好呀 只要带他吃一把鸡 就能有零花钱找月白之隐了 第一关呢 是尽速地托 你们的故宫姐姐 省为深发大一枚 吃一把鸡岂不是简简的呢 不是 小粉蛋 你怎么还得起一点啊 你不想给零花钱 也不就这样坑我吧 哎 小粉蛋不给零花钱 班长的备事又抽不了 看来 只能回到我的庄园 用死长已有的小金库了呀 不多不少刚刚好 拿个六千蛋币 想必应该已经够抽了吧 还有啊 你们这也分分 可千万别告诉小粉蛋 我有小金库啊 话不多说 先来一发试试水 吃也饿了 吃,吃,吃 吃 收音 108个幸运币 一个月的零花钱 还剩最后两次的抽奖机会 能不能包地 就看这一发了 嗨 我的私房钱呀 我两个月的私房钱呀 刚演你就这么对我是吧 兄弟们 这次抽奖又飞球了 正正花了我六千蛋币呀 一一年的零花钱呀 但你还别说 这翅膀还挺好看的 尽贵小粉丹还不知道我的小金库啊 哈哈哈哈